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如果有妆容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化妆吧 底妆的部分呢 用到的是Fenty Beauty的这款保湿粉底液 热霞间提亮呢 用到的是Colourpop的Pretty Fresh 把它点在T区和眼下需要提亮的部位 法令纹也可以来一点 修容呢 用到的是Shell October的这款修容膏 其实比较偏液体 然后它呢 其实是素干的 所以点在脸上之后呢 一定要尽快把它拍开 之后呢 再用Jeffrey Star这款 比较偏光泽感的蜜粉 我们来定妆 定妆之后脸部有点干 然后稍微喷一点保湿喷雾 眉毛的部分呢 用到的是Maybelline的这个极细眉笔 还蛮好用的 稍微画出一点眉峰 剩下的位置按照自然的眉型 然后用一下染眉膏 用到的是橘朵的这款02号色 眼影呢 今天要用到Lime Crime这一盘 其实这盘的配色我觉得很好看 下一个视频呢 也会出跟它有关的视频内容 那先取盘里的这个浅棕色来给眼部打底 然后取这个深棕红色 我们稍微给眼尾加深 然后取这个绿色又带着红色的珠光色 我们点在眼部中间 然后取这块比较清透一点的棕色亮片色 我们把它叠加在卧蚕的位置 取绿色呢 我们叠加在眼头 接下来取这个棕红色 我们来画一下下眼线 顺便再带过卧蚕 夹一下睫毛 图一层睫毛打底膏 画一个比较上扬的眼线 眼头也稍微带过一点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这种比较一簇一簇的夹睫毛 贴完之后呢 我还有用这个蕾丝双眼皮贴 稍微加深一下双眼皮 口红的部分呢 用到的是ColorPub的这支 也是一个老色号了 但真的超好看的这个颜色 然后用手指呢 把它晕开 鼻子修容稍微加强一点点 用到的是黑档最中间的这块颜色 腮红呢 用到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腮红盘 这个比较偏干燥玫瑰裸色的颜色 最后高光来一点 这个包装真的是指纹收集器 取这个比较偏金色一点的高光 把它叠加在鼻头 衣梁上来一点 下巴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 好了那我们的妆容就完成了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